看這邊 好漂亮 好圓喔 然後佛像向天皇設施了他的髮衣 以及他的佛珠 其實這裡面每一個打磨 都是一個人的願望 生意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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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Kate 哈囉 我是Yoli 歡迎回到 日本好好玩 因為最近社長比較忙 所以這一期節目 就由我跟Hiyoli 帶大家來參觀這一次的主題 每年的6月到7月 是日本的梅雨季節 雖然會經常下雨 但是各地都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瘦蟲花 那我們今天特別來到了 大阪北部的聖尾寺 然後你就過去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參觀的聖尾寺 其實我之前有來過聖尾寺 聖尾寺是一個 祈求勝利出名的寺院 在院裡面除了能夠參拜祈求以外 也是一個賞花的好地點 境內的繡球花有非常多種 總共有3600多株 除此之外 在紅葉季的時候 也是一個賞紅葉的好地點 境內有八萬平方米 聽說就是慢慢逛 也可以逛了一個小時左右 那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進去逛逛吧 Let's go 那我們剛剛就已經先買了票了 這邊的票價的話是高中生400 然後大人是500 然後它的入餐卷很可愛 上面印的是達摩 好多達摩 那我們現在就進到了聖尾寺的裡面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門 竟然在整修 它在整修當中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還是帶大家一起參觀聖尾寺 然後跟大家講講聖尾寺的故事 這邊有一個聖運祈願的錶 這邊是祈求聖運為主 然後聖運又分很多很多種 像是要求戀愛運 或是求安產運 或是事業 或是家庭安全 那每天的祈願時間的話 總共有六個 下面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本命年的案內表 所謂的本二呢 就是它現在正好是它的本命年 然後前二就是它有一個本命年到來的 就是災二的前兆 後二的話就是這一年 它的二孕可能會逐漸減少 你們可能不太會算這些招和啊 平成的這個表示方式 不過它底下其實有寫今年的年齡 像本二今年男性是61歲 42歲跟25歲 女性的話就是61歲 37歲 33歲跟19歲 如果你們是正好是這個年齡的話呢 就可以來聖韋市祈願一下 保佑你度過災惡喔 怎麼這邊看起來都像溫泉啊 這邊看起來好像仙霞劇的修仙場所 真的耶 寺廟裡面其實都會有這種噴水的 是為了要可以在夏天的時候要降低一些溫度 然後也會讓這個寺廟看起來仙氣飄飄的 現在我就來跟大家講一個聖韋寺的歷史小故事 聖韋寺原名其實不叫聖韋寺 它叫做彌勒寺 然後它是成立在距今大概一千三百多年前 好久了喔 沒錯它是在日本的奈良時代就成立的 但它其實在當時不是特別的有名 然後是一直到了日本的平安時代 它因為日本的山樂信仰 就是對山對自然的崇敬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它漸漸的開始香火鼎盛起來 在元慶四年的時候呢 因為當時的清禾天皇它生了一場重病 然後當時的住持就被受邀前去為天皇祈福 為天皇祈福的時候呢 在天空它就突然出現了一個佛像 然後佛像呢 它就出現了以後 向天皇射出了它的法衣 以及它的佛珠 然後天皇它就不要而日了 所以在那之後 天皇非常的感謝聖韋寺 然後就為它賜名 取名叫做聖王寺 也就是為王帶來勝利的意思 但是因為彌勒寺當時 它其實覺得它不能夠承受一個 這麼樣鄭重的名字 所以它就取了一個同音 叫做聖偉寺 因為在日文裡面 聖王寺叫做カツオジ 聖偉寺也叫カツオジ 剛好一樣 沒錯 因為它覺得王這個詞 它承受不起 所以它換成了尾 這是比較謙虛的意思 現在大家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智慧之環的告示 所謂智慧之環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 是在那個方向的三個石頭的周圍 所謂智慧之環 就是它在這邊有一個 給予你智慧的加護之力 好像是要走進入口之後 然後順時針的轉三圈 沒錯 那回程的時候 再逆時針轉回來 那最後就坐在就是 這附近就是坐著冥想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神明加持的智慧之環 好可愛 走 我們進去獲得一下加持吧 我很需要 小玲 你現在走到了中心 你有感受到自己變智慧了嗎 好像有變聰明一點耶 好蠢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中心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打磨 好可愛喔 你知道這個打磨是什麼嗎 打磨其實就是不倒翁 對 沒錯 這個寺廟其實 打磨也是它非常有名的一個 著名的護身符 你可以用買這個打磨 然後呢 向它許願 之後你就可以放在室內的各個地方 所以你剛剛其實可以看到 一路走進來有很多的打磨 嗯嗯 戰絕魚裡面有一句話叫做 也就是七七八那你也要站起來的意思 你在困境中也要站起來 對 沒錯 所以呢這個打磨在聖尾寺裡面 就是意思是說 當你在達到目標以及 或是實現你的願望之前 你遇到了挫折 你要像不倒翁一樣 一直不斷地站起來 嗯 直到你得到勝利 毅力不搖 對 等一下 我發現了一件事 Yuli剛剛跟我是不同圈的 真的嗎 我發現走不同圈嗎 我發現走不同圈嗎 雖然走錯 但是之後走完 所以應該還是有獲得智慧吧 那我們現在去下一個地方吧 走 就後面這邊 就是聖尾寺境內滿有名的賞風的景點 就是這邊全部都是楓葉 那其實在跨年的時候啊 就是這一條路上面 聽說會有很多舞台 然後就是大家進來參拜的時候 就可以拿一支柳枝 去買自己想要的 摩摩梨 對 它就是可以掛在柳枝上面 對 剛好是這一條殘道上面 而且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元旦的時候來的話 其實是不用門票的 你可以直接進來 對 那邊有達摩 好可愛喔 好多喔 這個是怎麼放上去的 也太遠了 這個都是遊客自己放上去的吧 就他們會去祈願 然後這個就可以抽出他們的 那個運勢 那他們看完之後就可以 擺在境內他們想要擺的地方 從這邊看的風景好漂亮喔 好舒服喔 雖然紅葉寺比較有名 但是現在綠色的看起來也是滿壯觀的 而且今天其實天氣還滿熱的 但是因為這個室內的樹木綠色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綠色樹蔭可以走 風吹過來好舒服 真的 看可愛的小達摩 之前很常在照片上面看到這裡 終於來了 給大家講一個小知識 就是這裡的達摩 其實不是聖偉寺的 就是他們官方放的 而是每一個來祈願的人 他們買的達摩 然後每隔一陣子 聖偉寺就會把它 現在的這一批燒掉 然後呢重新再把新的擺上來 所以其實這裡面每一個達摩 都是一個人的願望 這邊這邊寫的 寫的目標 好特別喔 是一間公司 然後它這邊寫的是 呃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不要再赤字 你看那個是最大的那個耶 喔真的耶 聽說這邊的達摩 好像都是依照大小去明定金額 對沒錯 你在買的時候 每一個不同的大小 它是有一個不同價格 你都可以買得到 嗯嗯 不知道買那個最大的要 大概多少錢 要多少錢 這個是 獻窮 就是 也就是在日文來說 是一個奉納者 它的一個名單 嗯 要捐多少多少款以上 以後你就可以獲得一個 你的位置 然後就把你的名字給放下去 你可以看其實有很多 它都是公司 嗯 它以公司法人的名義 去做捐款的 嗯 他們就是從這些捐款裡面 然後去得到他們 寺廟修善的資金 嗯 這裡在秋天紅葉季的時候 也是大阪一個賞紅葉 非常非常有名的地點 嗯 而且是屬於 稍微有一點點小眾 所以其實觀光客 沒有其他地方來得多 嗯 想要避開人潮的話 來到這邊其實蠻不錯的 嗯 其實交通都還挺方便的 嗯 如果是想要來玩的朋友啊 你們可以 直接先搭到千里中央站 地鐵 玉塘金線千里中央站 然後再轉搭公車 就可以一般直達 喔 回頭就可以看到繡球花了耶 如果是在台灣的朋友啊 應該也知道繡球花有一個 很有名的地點就是陽明山 不過如果你想要同時體驗繡球花 達摩 以及日本神社的話 當然還是來繡維西是最好的地方 嗯 而且人有比較少 可以 喔 開得好好喔 嗯 嗯 琉琳妳知道關西的繡球花 大概是什麼季節的時候會開嗎 好像大概六月左右吧 沒錯 大概在關西這個地區 是六月上旬到七月中旬左右 是繡球花開的最好的時間 嗯嗯 那妳知道為什麼繡球花還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顏色嗎 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 科學的小知識 嗯 就是呢 繡球花它的顏色是會被土壤的酸鹼性所影響的 喔 它的酸性與鹼性的不同 會影響它吸收鋁的成分 嗯 然後它的鋁的成分吸收的不同 就會影響它的顏色 在鹼性跟中性的時候 它會呈現是紅色偏紅的狀態 像是這種嗎 沒錯 然後像這種藍色就是它的酸性的土壤開的 它就會比較呈現藍色的顏色 喔 所以其實繡球花它有一個別稱叫做自然界的 石蕊式紙 喔 妳看這邊 好漂亮喔 這邊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這邊的大摩 好多喔 這裡真的擺得好正奇喔 每一個格子都是兩個 治好了強迫症 他們在霸凌 你看 這邊是 七個人 只有他在這裡 霸凌現場 你們看這個花它在日文裡面是叫做アジサイ 中文的話就是繡球花 但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稱呼是叫做紫陽花 也就是日文裡面的漢字 所以當你聽到別人在跟你講說紫陽花的時候 其實就是繡球花 他們是同一種花喔 繡球花其實除了有很多種顏色之外 它也有不同的種類 那像這種種類叫做ガクアジサイ 就是它現在還沒有整個長滿 但是它的花朵是在周圍 那中間的話 只有這樣小小一粒一粒的 我看看 妳會覺得這一條都很遠 好遠喔 像是洗澡用的浴球 也許大家在日本賞花的時候 都不要用手去摸禮貌欣賞喔 那參觀完繡球花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到本店參拜囉 可以講妳知道就是 參拜的時候都要用五元嗎 我知道 因為它的諧音就是在日本裡面 是go en 也就是有元的意思 就是大家絕對不能用十元喔 因為十元就是to en 就是妳參拜的話 那個緣分就會離妳越來越遠 對 它的諧音是很遠的遠 to yi de to 對 那我們就先去參拜吧 一般在日本的神社跟寺廟參拜的時候 通常都是丟完銅板之後 就是先二禮 然後二牌 然後講自己的名字跟地址 然後還有心願 那講完之後再上神林 就是再敬拜一次這樣子 下面要讓我們趕緊過去吧 我是不是敗太久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我們買玉手 還有買達摩的地方囉 這邊的おみくじ 就是我們剛剛在境內看到的那些小達摩 它裡面會塞那個牽絲 就是大家可以買一個 然後看看自己的運勢 在寺廟跟神社裡面 求的時間其實都是神給的指示 所以不要把它帶回家 就是都把它綁在寺廟裡面 會比較好 你們看上面的告示 這是一個神籤 佛法帶來好運 請把達摩帶回家 你可以細像神籤 也可以帶回家 我已經看好了 這個就是我有演員的達摩 那我挑它 大家現在跟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的籤是什麼樣的運勢吧 它下面有寫聖偉式的字樣耶 我現在抽到的這個籤 它是告訴我說 對於身邊的事物 如果我心裡面感覺到很充沛的話呢 就是心懷感謝 但是對於接下來的準備也不能夠懈戴 然後在這個最底下它告訴我說 詳細請掃這個QR Code來看 現在的寺廟也變得好先進啊 真的蠻先進的耶 就是想要不改變還要繼續的話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是對於這件事情必須要努力 然後也會伴隨著變化 我剛剛搜馬以後 然後現在就可以看到我 比較詳細的一個運勢的解說 我現在要把它綁在這個吃層上面了 把它留給寺廟 希望接下來都有好運 希望接下來都有好運 它的價格是依照大小不同的 那個最大的要20萬 那個那個那個 剛剛在下面也有看到的 我們買五號好了 七千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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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買了五號的達摩 那我們先去那邊 我們就先去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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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貼得還挺延實的 超級延實耶 有種開箱感耶 剛剛我們選了就是我們最有演員的達摩 之後現在就要在他的身後這邊寫上我們的目標 我們要寫什麼啊 已經寫好了 雖然老闆沒有來 但是 我們還是有記得要幫他求他生意興隆 還有我們的頻道收視藏紅 還有去的假衣 假衣 這邊是三支線香三十元 然後拿了線香就可以去那邊的蠟燭 把它點燃 我第一次要點耶 我覺得 有點緊張 謝謝 是不是要比較靠近火源啊 噢 點起來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拿我們買的達摩過來重玩圈 OK 我們現在要過去線香那裡 在邊繞的時候要邊講願望 希望 還有 然後接下來要去畫他的左眼 右眼 右眼 畫右眼 對 他的右眼 這裡 等一下畫得怎樣 他的瞳孔有多大 我們現在畫了它的右眼 那等待我們的願望實現之後 就可以拿回寺廟裡面 然後為它點上左眼 大家買的達摩回家的時候 都會放在高處比較多樣子 然後放達摩的時候 它下面還會墊一張白紙 因為畫不圓耶 這樣呢?這樣可以嗎? 可以! 耶!畫好了! 我們把它帶回去 嗯!把它帶回去 我們現在已經畫好了我們的小達摩 後面還寫了名字喔 歡迎大家來找到我們的達摩 找到的話告訴我們 送你一個小禮物 我可以嗎? 不行 那個上面怎麼放上去的啊? 你看它抽筋了 放好了 放好了 我們現在要往下走 今天其實天氣滿好的 可以看到大阪的街景 真的 我們現在要來買鯉魚的魚兒 大家快來看 超級幸運的耶 今天剛好只剩下兩袋 而且拿起來它上面就寫說 今天的那個分量已經沒有了 我們還沒靠近就過來了 有點嚇人耶 等一下 這是誰啊 有點驚人耶 那邊那邊 等一下啦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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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繞了一整圈 現在回到入口處了 那入口處旁邊就是賣伴手禮 那邊的地方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有什麼樣的達摩周邊吧 嗯 走吧 這個就是枕頭 但是這個啊 好大喔 哭啦哭啦 這也是還有賣這種達摩T恤 2500 這還挺可愛的 讓大家看這個玻璃杯 倒一點紅酒啊 倒一點雙勝雞啊 紅色的果汁 它就是一隻達摩了 紅達摩 金箔達摩 金的喔 然後它一個一萬元 你看它是純金箔使用的金石塔摩 而且有金運招服 不老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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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買在反勝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七三八男都不屈不老的一個 你看看 快快快 達摩的樂高 這好可愛喔 看一下樂高同好會 它的設計花了兩百個小時 然後六十天總共用了五萬五千片的樂高評價 好可愛喔 哈囉 我們剛剛已經逛完網民雅K店了 優莉妳覺得今天怎麼樣 我覺得很不錯 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來這裡 然後今天不僅就是看到了達摩 還看到了壽球花 覺得很開心 我們剛剛在網民雅K店買了這個巧克力碎片的小零食 拿回去分給同事吃 好 那我們今天的旅行就到這裡結束囉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